由于远离分别着往后 诸根寂静了 欺如涅槃之力 故许决定臣等真凶 真当涅槃 二 经文这样的肯定 决定臣 等真凶就是正等真凶 法神大死 后面正大涅槃成佛 前面这一句 成等真凶是菩萨未知圆满了 等就菩萨 后面正大涅槃是究竟约满 真的 华言经上说的 妙觉过位 上面没有了 究竟约满 经上这个决定臣 这三个字重要 没有丝毫疑惑 阿弥陀佛在阴地上发的愿 如果这个愿不兑现 他不成佛 现在在西方极乐器 成佛已经实际了 换一句话说 他每一个愿都兑现了 尤其是 十二 这第十二月 定臣证据 十三月 光明无量 十五月 寿命无量 十七月 祝佛称赞 十八月 神念彼此 这五月 神念到大四处 四十八月 核心 四十八月 最真实的大月 它重要啊 这个里面 等真求 那无上 真等真求之六成 大涅槃 也佛苦之名 以为如灭 我把它说成两个 那 真等真求 是菩萨最高的国会 灯救菩萨 真等真求 再往上去 就不成菩萨了 成佛了 菩萨的名字 到真等真求 这最高峰 再上去 妙就入来 大半年吧 这样说的 也很清楚 大涅槃 佛苦之名 一月 一月若灭 若是其辱 二灭时 烦恼 吸气 灭尽 二再没有了 菩萨 半涅槃 通常讲涅槃 梵语 知足的音 是半涅槃 上面有个半字 这半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叫圆满 所以从义上翻的时候 可以翻成圆起 圆满 清清净灭 这是发生如来 一 一重发泉 得被 真杀 圆满 圆满 从义离上说 他的身 发生 发生是 变发泉 续空间 那么从得 得就是他的起作用 比如说 狠杀 像狠火杀 所以 无穷无尽 他具备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淡然 无量的向好 所以叫圆 万有一丝毫 欠缺 祝佛如来 给您说 也说不清楚 必须 其如 乃至 其如 就是此地讲的 辱灭 你其如 灭食 一切烦恼 吸气 统统都没有了 这就是圆起 翻语成为 涅槃 阿 你 佛 阿弥陀佛